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类人比较能够吃苦耐劳 腰上开始长肉的时候就说明最近开始有好运来临了 财运也是逐步开始发旺了 三 手腕处 手腕处圆滑 不狠露骨 说明骨肉相衬 这类人做事能够少劳多得 得财相对比较容易些 如果发现你的手腕开始变得有肉且圆滑了 就说明现在的财运相对开始稳定了 四 臀部 臀部较为丰满 但跟胖瘦没有关系 且并不一定很大 关键是能够把裤子臀尾的位置足够撑起来 此类人做事情很有恒心 比较有耐性 能存住财 甚至有的虽然不会理财 但最终也会存下一定的积蓄 属于有一定的积累能力的 五 足心处 足心有较为明显的突起的肉 说明有贵人会扶持提拔你 在别人的辅助帮助下 自身运势也会迅速暴涨 一般在三十岁左右 有此类服运的人 在足心处就会有明显突起的肉 走路姿势也能看出运势 在相学中 不仅可以通过面相或手相 直到一个人的运势所长 也可以通过走路姿势而得知一个人运势的好坏 今天就来说一下这方面的奇异 感兴趣的朋友们一起来看看吧 一 走路姿势是看起来很稳 且气定神闲的那种 此类人容易富贵 所谓走路如归 二 走起路来急促促的 这类人是劳碌之相 即便有机会获得富贵 也是所得有限难大贵 三 走起路来是水蛇腰的样子 头顶上不稳 东倒西歪 这种人是福报比较浅的 运势比较惨 四 走路是内巴自脚的人 胆量有限 难以承受大任 遇到困难容易退缩不前 五 走路是外巴自脚的人 容易有傲气 对自己的期望比较高 人生的目标比较大 六 走起路来东张西望 还偶尔回头向后的人 天性比较多疑 有英式狼固之相 此类人心计深沉 城府太深 七 人在走路时 如果下意识 常先出左脚的人 多主柜 若在行走时 有人喊叫 而朝左后转身者 也主柜 反之就是平常之相 八 女子走路 若上身很生硬 头先过步的人 容易晚年运差 这类人看似冷傲 实则心理反之 九 走路脚跟不着地的人 大多是奔波劳碌的命格 十 走路有拖拉之相 就像穿着拖鞋在走路 此类人一遇到阻力 进展有限 手掌有这个 天生容易成富人 双手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也能创造很多财富 手掌是天生而成 后天也能改善 但效果不是很明显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自己的手掌有哪些奥秘 一 手掌有志 此志为极致 手掌心的志 代表主聪明伶俐 将来会富有 很有经济投资头脑 悟性很高 还能找个 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对象 二 钱财文多 钱财文是指在 无名指和小指中间 下面有细细的斜线 叫做钱财文 文多的人财运非常好 婚姻后不会为钱发愁 三 理财文清晰 理财文是指在 手掌感情线上方 有一条平行的文 这种人很会照顾人 也会理财 即使以后自己不工作 伴侣也非常能干 有钱 能够帮他理财做投资 数数看 身上有没有这些特征吧 不过同时也要努力打拼 钱财和好运 才会来到你身边哦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为大家今天带来的内容 感谢收看 欢迎转发点赞 感谢观看